大家好,很多话友都特别喜欢买一些蝴蝶蓝回家养 但是这个蝴蝶蓝买回来之后,如果我们做错了这一件事 那么你之后就非常难养了 那么是哪件事呢? 很多话友把这个蝴蝶蓝买回来之后呢 一般它都是像这样子带有一个塑料这个波 那么这个塑料波呢,很多话友就觉得特别丑 所以呢就会直接把它套在一个盆里面 像这样子直接套进去就不管了 就想着等到它之后啊,开完花了我再来处理 但是其实这种方法是非常错误的 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分为两种情况 首先如果你这个营养波里面呢 这个水苔或是塑料的特别干燥 你直接放进去不管 那么等到它开完花 那么盆土里面的水分呢消耗殆尽根系也就空完了 根系空了你后期不管是修根呢还是什么呢 蜘蛛呢本身就长得弱了 再加上花蟹之后消耗了大部分的养分 蜘蛛后期就很难养了 第二种情况是很多话友发现 这里面已经干了就会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再放进去 这样子也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浇透水浇的过多盆特别湿润 再加上我们用的盆呢可能不够透气 那么这个多余的水分呢 它无法蒸发出去就很容易造成积水难根的情况 这就和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空根是一样道理 后期都要修根都要杀菌消毒 蜘蛛之后也是很难养的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买回来之后 如果盆土是比较湿润的 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浇水 最好呢就是把它从这个塑料薄膜里面呢 把它取出来 先让这个水分呢先能够适当的干燥 我们呢再把它放在这个盆里面 如果比较干燥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适当的浇点水 但是呢水不要浇的过多 保证这个质料呢处于一个偏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这个盆里面 选的盆呢最好就是透气性非常好的盆 又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膜啊给它取掉 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盆里面 在周围呢填充一些颗粒质料 也可以增加这个整个土壤的透气性 这样呢就不容易空根也不容易难根了 在这期间呢发现盆土已经干燥透了 我们呢就要给它适当的浇点水 但是水一定要少 所以买回来的胡蝶蓝 我们呢一定不要做错这一件事 要不然胡蝶蓝空根难根 后期就很难养好了 好啦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